另外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西南部城镇罗萨斯 由于连日暴雨 21号凌晨发生山泥倾泻的事故 土石流淹没了山脚下的八栋房屋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5人受伤 另外还有大约20人失踪 灾难发生之后 当局出动军队到现场救援 并派遣重型机械 清理泥土瓦砺 全力搜寻被活埋的居民 这起事故除了造成人命伤亡之外 连接整个美洲大陆的泛美公路 也有一部分被截断 哥伦比亚全国风险管理办公室事后声明 灾情出现主要是因为当地目前是雨季 暴雨持续下了好几个星期 三下的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 现场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